美国商务部2月2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1月PCE物价指数同比上涨5.4% 预期5%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 美联储更看重的通胀指标核心 PCE物价指数1月同比上涨4.7% 预期4.3%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较上月上涨0.6% 为去年6月份以来的最大涨幅 扣除食品和能源核心物价指数也攀升0.6% 个人支出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后大涨1.1% 摆脱了去年年底的疲态 数据公布后 利率市场认为 美联储下个月会议加息50个基点的风险正在上升 与此同时 美国财政部长伊伦周五表示 美国经济软着陆是很有可能出现的结果 因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足够强劲 而且没有出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出现的严重资产负债表问题 中国外交部2月24日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其中提出了12点意见 总结了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一系列公开立场 包括尊重各方主权 摒弃冷战思维 维护核电站安全等 外交部表示支持俄乌相向而行 尽快启动核弹 逐步推动局势降级缓和 含蓄地警告俄罗斯政府应避免冲突升级 最终达成全面停火 以结束乌克兰战争 谷歌被美国司法部指控 破坏了该机构针对美国科技巨头搜索业务的 反垄断案件所需的内部沟通流痕 美国司法部表示 谷歌授权甚至鼓励员工 在正式交流中关闭他们的历史记录 导致这些记录在24小时后被自动销毁 谷歌甚至有可能对员工进行了培训 让他们知道非记录聊天比发送邮件更好 该机构声称 谷歌每天销毁书面记录的做法 损害了美国的有关利益 因为它剥夺了谷歌高管之间 坦诚讨论的丰富痕迹和信息 其中包括可能的庭审证人和证据 美国司法部已要求 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和美国地方法院法官 阿米特·梅塔就此事举行听证会 并讨论适当的制裁措施 谷歌则强烈驳斥了这些指控 美媒报道称 如果法院发现了谷歌违反相关的规定 那么美国法院可以限制谷歌 在庭审上的辩词或者出以法金 该案件将于9月在法庭上审理 2月23日 美国费城一所学校附近发生枪击事件 费城警察局表示 一名持枪歹徒在学校附近的道路交叉口开枪 造成一名13岁男孩 一名15岁男孩 两名16岁男孩和一名17岁男孩中枪 此外还有一名2岁女童和她的母亲 警方说 所有伤者都被送往了医院 情况稳定 费城警察局局长奥特洛说 我们不认为目前所有的受害者都是预定目标 警方在现场发现了大约28个蛋壳 暂无人因枪击事件被捕 案件正在调查中 美国FDA22日建议 Global Farmer召回Delsum Farmer的人工眼药膏 该公司同意发起召回 美国CDC近日建议消费者和医疗健保提供者 应立即停用与耐药同率 假单包菌感染爆发有关的 非触放眼药水 E3Care人工类液 该机构正在调查 与这种低眼液有关的多州群集感染 CDC表示 在11个州的50名患者中发现了感染 加州 克罗拉多州 康州 佛州 新泽西州 新墨西哥州 纽约州 内达华州 德州 犹他州和华盛顿州都报告了病例 其中11人出现眼部感染 至少3人单眼失明 其他人则患有呼吸道感染或尿路感染 其中1人因细胞进入患者血液而死亡 FDA还将Global Farmer Healthcare Private Limited 置于进口警报状态 阻止这些产品进入美国 浦呜 1公司 1公司 媒息 2公司 1公司 自己炼